民眾大牌長龍等候領取現金 這是去年9月秀林鄉公所 為了紓困族人經濟困境 發放每人2000元現金 而今年將會再度發放現金 族人也表示支持 因為疫情關係都沒有工作 如果這樣發放也可以振興經濟 緩解那些疫情當中 就是沒有工作者之類的人 可以緩和他們的經濟 當然是伴助很大 可是問題是到底有沒有那麼多 就還沒拿到還不知道說有多少這樣子 今年6月崇德爆發疫情 導致許多部落族人被迫放五星假 甚至面臨事業窘境 至少100多個家庭受到影響 另外在部落的小型商家資本額較低 無法支撐到振興券兌換後再收益 因此鄉長指出 這次還是以現金發放為主 只要等到鄉代會審議通過之後 就可以開始編列預算 從我們的村長我們的部落事務組長及主席 大家都非常的認同 通過代表會之後呢 我們要今年10月就要直接要編列預算 我們預計就是預計在明年的1月 還有正式來發行 我想這個也是政府的一個美意 希望各個縣市政府以及鄉鎮能夠提出來跟進 我們中央的決定來加碼優惠給我們各個部落的族人 秀林鄉長王玫瑰表示 初步規劃每人可領3000到5000元 預計明年過年前發放 希望搭配政府五倍券減輕族人經濟壓力 同時促進消費市場 原始新聞雜路Beats花蓮秀林采訪報導